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道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 收看我们这一集的 《申子智库》第九集 是关于徐志摩的 看到徐志摩 大家都会想起 他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 就是他一首很著名的诗 就是《在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在1897年 在光水时间出生 出生在浙江的海陵 家里也有钱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他其实家里 绝对不是一个窮的家 他家里有个小小的银行 当时叫钱庄 开了一间 而且 他的表哥 还是武俠小处的金庸 大家都认识的了 除此之外 就是有他爸爸 其实他爸爸对他的教育 因为他是他家里唯一的毒 当时他爸爸对他在教育方面 是很严感的 每一次徐志摩考试 总是考第一的 他爸爸甚至乎聘请了一些很聪明的老师 由于徐志摩是独子 所以他父母一早就安排了一份一头亲事 他的亲事虽然是万分雅架 那就是 他就要他 娶 娶张家 那位叫张又怡 那张又怡 提及到张又怡 张家是什么人呢 张家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很显黑的家庭 而且名闷望族 家里非常富有的 那张家 即是张又怡的哥哥 他们有大哥 二哥 他们全部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是在中国银行里面 即是在银行里面 是做到 那个总经理的 那后来还升为做总裁的 那你想想 即是张家的家族是多么 即是很显黑的 在今时今日来说 即是说 是一个很有钱 很有地位 即是很 很 很显黑的家族 那其实呢 如果徐志摩呢 他家里也不是窮 但是如果跟他的太太 即是他未婚妻来说 那个家族呢 张家呢 是绝对有钱过徐家的 那当然啦 我们看开他的作品 我们作为读者 就当然 就不仅是看他的钱那方面 那我们就要看他究竟 徐志摩的一生 究竟为什么 那么多人 那么喜欢看他的诗 他写的诗里面 那首先 不单止他有学识 他有文化 那 那 那么呢 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呢 虽然呢 其实徐志摩呢 就不是很认同这个 这个 就是万分瓦架的 就不想娶这个 张 张又怡呢 那张又怡呢 其实的确呢 在当地呢 其实在浙江那里呢 就已经是很出名的 不过呢 他为了要 孝顺自己的父母 都尊重他们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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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也是 有娶到这位 就是 张大小姐的 那么这位 张又怡呢 就和他结了婚 结了婚之后呢 就和他生了个儿子 那么一共呢 是生了两个儿子的 那么第一个儿子呢 他生完之后呢 一生了个儿子之后呢 他觉得 搞定了 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就是他其实 就是因为他独子嘛 那么他就要全宗节代 那么所以就一定要 就是 计好香燈 以前那个年代 那么所以呢 他一生完个儿子之后呢 他就立刻呢 就跑了 就跑了去美国 就说要去读书 就扔下老婆 扔下老婆呢 扔下老婆呢 就叫老婆呢 去照顾他爸爸妈妈了 那么 但是当然啦 你都可以想 感受到就是说 其实 张又怡是很 就是很 其实都是很 心酸的 因为你想想 结婚当晚呢 洞逢花烛夜呢 徐志摩是没有和他在一起 有得他自己在一间房里面 其实他根本上就不喜欢这位太太 但是没办法啦 因为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安排的 他就要是这样的 那么好了 那么 那么 去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呢 那 后期呢 他就把 徐志摩呢 就曾经 就叫这位张 就是带着他太太 就去了 出国 出国的原因呢 你不要想着 他真的想着要挽回感情 其实他出国呢 就是和他太太 离婚 他说既然是 万婚也嫁的婚姻 就应该 用文明的方法 离婚 那么 他既然已经生了个儿子 又和他离婚啦 但是当他离婚了之前呢 就发觉 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小朋友 但是当时呢 徐志摩呢 这位大私人呢 他也是 另外又认了一位女朋友 又认结心欢 当时他竟然提出了 你要求呢 就是说 叫那个 他的妻子 叫他落了 叫落了 他第二个小朋友 但是那个妻子 当然不肯啦 那只是 在父母 就是 你可以想想一件事 张又怡在当时 是一个千金小姐 是一个家里很有钱的 在他的 在他的地方 是很有名的 嫁了出去 还要给老公休妻 即是离婚 连自己父母呢 他 张又怡当初 跟徐志摩说的 他不如这些事 给他父母 通知父母 等他和父母商量了 之后才离婚 但是徐志摩 是不给他时间 要他即时签纸 要他离婚 而张又怡呢 从来未见过 徐志摩那么开心的 一路对着他 丈夫一路对着他 都黑口黑面 永远都不会有什么笑容 在他最开心的时间 就是他 签那张离婚书的时候 他的先生 对他非常之很有笑容 而且呢 当他离婚之后 他还可以保持在朋友的关系 但有一件事 就是说 张又怡就没有去堕胎 就是落了那个第二个小朋友 但是很可惜 第二个小朋友 最后还是很短命 很小就死了 后来徐志摩也有去看过 他就觉得自己没有顺过父亲的责任 那好了 那说回徐志摩三十 我忘记了是三十多岁死 忘记是三十四年多少 还是三十一 总之三十多岁就很短命就空中飞机失事 死了 那好了 看到徐志摩其实也是挺坎坷的 大家记得 甚至乎第八集 我们说了这个蕭熊 蕭熊也是一个很 有一个才女 在文革时期 文革时期 也是三十一岁死了 那徐志摩就更加为人所识 因为就算在香港 或者在其他地方 那很多时候我们连小学生 教或者中学 都会一定读到徐志摩的诗词 那很多时候 有些甚至乎将它拍为一个电视剧 或者将它诗诗 个个都是会读到徐志摩的 因为徐志摩它是属于 深域派的诗人 叫大诗人 那其实徐志摩由头到尾 他想做银行家 他想读经济 他想去读经济那方面 那就去了美国 美国就考了去哥伦比亚大学 就收到经济的 那或者简单说一说 徐志摩的背景 那徐志摩在中学的时候 小学就是聘请回来的老师 就是他爸爸 对他的教育很重要 他爸爸家里也很有钱 就聘请了很多老师教他 中学就入了一间 上海滬江大学 那记住 那间所谓的大学 就是后期叫大学 其实早年是中学 入了上海滬江大学 那现在 那在1950年代 他就转过来香港 那就是今天的中文大学 里面的唇基书院 其实他的前身就是上海滬江大学 那到 那刚才那个是中学 到徐志摩大学的时候 他就入了一间叫北洋大学 那这间北洋大学又是什么呢 北洋大学就是现在呢 北洋大学 那他后期呢 他就留学了 就转移到去 就是这个 去了美国 就修读这个历史的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何走去读历史呢 那好了 那后期呢 他就再去读到这个 美国家很出名的大学 就是Colombia Colombia 那他就读他的Economics 读经济系的 那之后呢 他就走了去伦敦 那英国的伦敦那里呢 有一间很出名的大学呢 就是LSE 那LSE呢 就是伦敦经济学院 那这间大学呢 也都很出名的 就是说回这一关大学的背景 那因为阿Kym 在我那个年代 这间大学也是一间很出名的大学 那这间大学呢 他怎么样呢 记得英国的首相 Tony Bear 她的老婆 Sherry Rare 都是最初在LSE 在伦敦经济学院里面读的 他最主要呢 就是培训一班呢 就是经济的 读经济学院很出名 那然后呢 又会去转移到 读政治系的 也都很厉害的 那当然啦 Sherry Bear 最后来就又是 在LSE呢 就转了过去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我不记得了 是Oxford 还是Cambridge 就是Obridge 其中一间 那当时呢 其实英国的首相呢 Tony Bear 也是这样追着 追她的太太 也是这样转效 跟着她的转效 那 那包括现在英国的王柱 也是这样 那这些是外话来的 那说回呢 今天也有点热了 就是因为今天是假期来的 那没有了冷气 那所以录音比较 比较 其实今天都三十几度 那 ok 那我们继续 那在这个 1922年那时候呢 在劍桥呢 那他那里呢 就作了一首很出名的诗 就叫做《再变康桥》的 那在他回来 他说回那里 在他读LSE在伦敦的时候呢 他就认识了一位 就是林徽欣了 林徽欣呢 当时 徐志摩的身份 他那个 他的身份比较尴尬 徐志摩呢 他就是盲婚雅架 还是有个老婆的 在乡下的 应该说在中国 在国内 那时候就是那位张又怡 那张又怡 那张又怡 他们未算离婚 还是结婚 虽然他不喜欢他 他走了出来 但是去到英国 他就认识了那个 林徽欣 林徽欣是个什么人呢 林徽欣呢 首先说他 说说他 他的背景 其实我做了一些背景搜查 林徽欣呢 第一样东西呢 他爸爸呢 就叫做林祥文 那林祥文又是什么人呢 原来他爸爸呢 很厉害的 他爸爸呢 就是跟着这个 那时候呢 当时呢 我这个做了一些 研究的 我记得是 说到这个林徽欣呢 他 林徽欣呢 他的爸爸呢 就是以前呢 就是帮呢 这个日本首相呢 第一代的那个首相呢 就是这个 伊藤博文的 他是伊藤博文的 那他是伊藤博文的学生 就是你想想一样东西 是呀 日本首相 那个 因为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那些人不是留学在美国啊 英国啊 就一定是日本的了 那个年代 因为那时候 你不要忘记 那时候还是光水期间 那光水期间 那时候就是 清朝那时候 那些人还留着一条边啊 那样的 还没有生爱革命的 那好了 那那时候 他就是 日本首相那个 学生 那他已经流河了 那对于日文来说 他应该是 就是 就是说得 就是说得逐一点 那他的女儿呢 那当然 也是才华 是精通多国语言 也都可以写到 很多 很多 很好的诗 那但是当时呢 这个林徽恩呢 只有16岁而已 那而面对着呢 这个 徐志摩呢 那 疯狂地去追求他 那但是呢 那 林徽恩呢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呢 他自己 都是 他的妈妈呢 在一个家庭里面 是属于义房的 就是第二任太太的 那现在他是女儿来的 那所以他是第二任太太所生的 在他的家族里面呢 其实呢 都是失重的 那家庭不是对他特别好的 因为他不是第一任的 即是大婆生的 他是第二任的太太生的 那所以呢 他想起他自己的心 即是他自己的家庭 是由他爸爸 娶了第二任太太 那第二任的太太 就是他妈妈 那所以呢 他就不愿意拆散人家的家庭 那于是呢 他就拒绝了徐志摩的 因为他知道徐志摩呢 他是有个太太的 那所以呢 那他曾经有 他书信里面有来往过 除非他因为 要不他就和他的太太离了婚 搞清楚那些关系 如果不是的话 在二选一 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是不会继续有这种关系的 那最后呢 林徽音呢 这位当时只有16岁的 这位少女呢 他都是选择正确的 放弃了 离开了徐志摩的 那后来当然呢 他就嫁给了一位叫做 他叫做 金岳林 那金岳林呢 就是 金岳林呢 就是一位 他 说回这个林徽音先 林徽音呢 他就去读了 读建筑系的 那所以呢 他后期呢 和这个金岳林呢 大家还设计了 这个中华民族的 那个国旗 和人民纪念碑 都是由他设计的 他是一位建筑师来的 后来他很厉害 他到处去演讲啊 当他演讲的时候 徐志摩呢 依然呢 还去做他的听众的 还去坐飞机啊 搭船啊 或者怎么样 走过去 听他去演讲 每一次都去支持他的 他每一次出去 出席讲演讲的话 那好了 那 无可口非啦 林徽音呢 也是这个文革市 后期文革 文革 应该 sorry 我说错了 文革期间呢 他都是四大才女之一 的 除了萧雄之外呢 就是这位林徽音的 那关于林徽音呢 也是很传奇的女子来的 那这一集 林徽音呢 我想阿Kym呢 就想着 以后开开一集 就专门讲这位才女 林徽音的 那好了 我们今天 毕竟我们都在讲徐志摩 那我们又回到徐志摩那里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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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林徽音 讲完林徽音先 林徽音呢 他后来就嫁了给 徐志摩的老师的儿子 就是这个 因为徐志摩的老师呢 其中一位老师呢 很出名的 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的儿子 就叫做梁思成的 那梁思成呢 那梁思成呢 林徽音就嫁了给梁思成 那后来呢 当时呢 其实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追着林徽音的 那那个呢 就是叫金岳林的 那金岳林呢 由于呢 结果到最后来 林徽音都是嫁了给这个 梁启超的儿子 梁思成 那 金岳林呢 就曾经说过一样东西 我一天娶不到 这个林徽音呢 我这一生人都不去再去 娶第二个女人的了 这样的 那好了 那 梁思成就是梁启超的儿子 那好了 那你大家都可以想到 就是说 其实 那个 那个关系 都真是 是很 传奇 那再说完 那 就 看看 因为他那个 这个 这个徐志摩呢 都比较 那 好 好了 那徐志摩期间呢 他更加 说回徐志摩了 徐志摩期间呢 他更加呢 兼任了这个 大东书局 和中华书局里面的编辑 那你想想 他为什么做这么多东西呢 那当然了 外面也有说过很多流传 就说呢 后期呢 他就 因为这个 林徽音呢 就 舍他而去 和他说拜拜 就是不肯嫁给他 就是不肯和他谈戀爱 因为 他是一个有夫妻 结了婚的 他虽然 他还没离婚 那好了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呢 后期呢 始终都是多情才子 那他很快呢 又遇上了另一位 被 曾经被人称为叫交際花的 那这位叫陆小曼 那陆小曼 那陆小曼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才女 也是一个很聪明 很聪明 很聪明的 很有才华 又会唱戏 又会唱剧 又会跳舞 又会多国语言 英文和法文 都很流利 那一位很年轻貌美 很漂亮的女士 那这位女士呢 就一早嫁了 那他先生又是什么人呢 他先生又是大有来头的 他的先生是什么人呢 他的先生就是 这个叫做 王硯的 那王硯是什么人呢 王硯就是他 他家里是很有钱的 那王硯曾经呢 和美国总统做过同学的 后来呢 就回到中国呢 就做事 就是做些 做到局长的 就要调去哈尔滨那里 那里 那就捉了陆小曼过去 那陆小曼就觉得很满 因为他喜欢 就是用现在的术语 他喜欢夜袍 喜欢出去跳舞 唱歌的那些 那他不喜欢这些生活 那后来呢 在一个机缘考核底下呢 他认识了徐志摩 怎料两个一谈呢 哇 就好投契 慢慢慢慢呢 两个发生了一段戀情 那后来呢 虽然这个王硯呢 他很喜欢这个 这个陆小曼自己太太的 但是呢 再加上呢 徐志摩呢 他本身打算找徐志摩来陪下他太太的 怎料陪下陪下陪下呢 徐志摩呢 竟然就真的 和他的太太呢 就大家谈怨爱了 那后来呢 这个张 张硯呢 因为很爱自己的太太呢 又知道自己不可以陪他 因为大家性格都不同 那 又不可以和他的太太那样 写下诗 写下诗 就是很浪漫的那样 但是徐志摩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结果他都成全了 他们两人 就由得他们两个去结婚的 离了婚之后 就由得他们两个结婚 那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徐志摩第一样东西 他结了婚 后来又离了婚 离完婚之后呢 他就认识了 就后来呢 就是 还是很想念那个林徽音 林徽音后来呢 离开了他之后呢 他就和一个结婚的太太 就是这个 陆小曼 陆小曼之后呢 就后期 陆小曼来了婚之后呢 他和陆小曼结婚了 但是当 他和他结婚的时候呢 他的婚礼是没有什么人出席的 是冷清清的 唯一就是说 他几个朋友 和他的老师 梁启超呢 梁启超呢 竟然在他的婚礼里面呢 就大声在那儿 就是批评这个 他的学生 徐志摩了 就说 我希望这一次的婚姻 是你最后一次的婚姻 这样 那但是 就是大沙风景了 当然 但是大家都不看好的了 结果果然呢 就是 在 在 头那几年呢 大家都很恩爱的 但是后期呢 慢慢慢慢呢 徐志摩就发觉一件事了 因为他 他的家 徐志摩本身也是 一个很聪明的人 在外国读完书 在剑桥 不准业 就是在剑桥读完书 回到中国 在不同的大学里面 教书 教英文 又在法学 法律学院里面 教英文 是教授来的 那他赚的钱呢 远比鲁迅 鲁迅 鲁迅已经是很出色的作家 他的人工是比鲁迅 是超越 嗯 我记得好像是三倍 还是五倍 总之是超越过他很多的 那你想想 以他这样的人工 都不可以应付到 六小曼的生活 因为六小曼 你记住 六小曼每生家里有钱 那他前夫也是一个 家里是很有钱的人 那他每天去买高跟鞋 买衣 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每天去shopping 那但是short完平之后呢 那他先生呢 赚的钱呢 是远远都不够 找他的数 那慢慢慢慢呢 他先生就顶不住了 那就要到处去找part time 那甚至乎呢 记得呢 呃 后来呢 陆小曼呢 还吸完鸦片啊 两个人每天回到家呢 就是 回到他家呢 就每天 吵架 吵架到呢 有一天呢 陆小曼又开始呢 慢慢慢慢开始吸鸦片 那甚至乎呢 又外面有传闻 有很多戀文 又有其他的蓝士 即是狂风朗叠啊 那甚至乎呢 又将个 抽鸦片的烟斗呢 扔过去 扔到 徐子摩护眼镜都烂了 那后来呢 徐子摩阿尼加出走啦 那他走就 走了之后呢 心上呢 又要去 想着去听那个 林徽恩呢 那之前记得啦 那位林徽恩呢 他之前曾经追求过的一位女士 他就去了 做成一个很出色的建筑师 他就搞广作 那他呢 就搭飞机去制纳 他听他讲的 但是呢 他为了省钱 因为他真的没什么钱 那些钱全部给了 太太买东西 那你想一下 其实他的生活应该是很好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因为 徐子摩本身家里都有钱的 但是徐子摩呢 家庭呢 爸爸呢 就当然不喜欢 这个第二任妻子 不喜欢 他的儿子去娶了这个老婆 那于是呢 就是 经济风争 不再给钱他的儿子了 那其实 就算他不给 家庭不再给钱他的儿子 其实儿子都赚了很多钱的 但是都是不够钱去找 他就是 第二任太太 喜欢shopping买东西 都不够找数 那结果呢 他就坐了 那个飞机 坐飞机 拿一张机票 那张机票 那张机票是怎么得回来的呢 就是徐子摩有位好朋友 那他就 见到他这样的情况 就给了一张机票他 那张机票呢 就是不收钱的 其实那部飞机呢 就用来混油的 那但是呢 那天呢 就遇到呢 就很大霧了 那后来那个飞机呢 上面加上两位机师呢 就一砰一声就跌了下去 就 呃 就 躲起了 那空中 即是飞机失事 那徐子摩在三十多岁就死了 那当徐子摩死了之后呢 这个消息呢 简直对 那三位女士都很大很大打击 对他那个第一任的妻子 虽然离了婚 但是其实他 他 就是 他觉得前夫是对他根本上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 张 张又宜呢 反而对他的奶奶呢 和他的家公呢 还是当他好像子女那样 就是当他爸爸妈妈那样去照顾他 照顾他的家庭 那后来他自己一个人呢 就走到去 经过他哥哥 帮忙 就去了德国呢 就自己去读书 又要照顾孩子 那然后回到 回到 即是中国里面呢 就开了 开了那些叫做 就是 那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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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ly sales 那些叫做 那的 我今还 monte 去他的那些 commitment 那些收藏 都让 çevže for 海外 后来 好像朋友 唱 他肯定和他離婚 結果他就幫他處理所有的身後事 而這個林輝欣也已經嫁了 但是對徐志摩還是很有感情 無論如何都要去他躲機的地方 撿回一片小塊的東西 飛機失事地撿回一片雅片 放在家裡每天想回徐志摩 以前他怎樣追他自己 慢慢思念他 留下他的信件 徐志摩曾經寫過什麼詩給他 他都很開心 另外一位就是陸小曼 陸小曼是徐志摩第二任的太太 真是正式結婚 那位太太有吸鴉片 後來才知道因為徐志摩 我到處去問借錢 到處去找part time 都不夠給他 即是給他去買東西 後來這位陸小曼決定 滴起心肝 戒了鴉片他 還做了一個徐志摩摩 還做了很多詩詩畫庫 去寫很多東西 到那時候 怎樣也好 其實我相信一件事 很多時候我看到的 就是這三位女士 提及到在徐志摩 影響徐志摩很深遠 但我很相信 阿Kym很相信 徐志摩這些才子 一定就不止三位女士 那麼少的 其實大家試想想一件事 如果徐志摩長命一點的話 不是三十多歲就死了的話 徐志摩分分鐘可能有第三任 妻子為了第四任 但是當然阿Kym不是在這裏講風涼話 那好吧 那說回徐志摩 那徐志摩呢 他就和胡適 胡適大家都認識的 是一個很出名的 很傑出的人 胡適和文一多 和梁十秋 再加上一個叫做陳婉的人 這班人呢 他在1923年創立了文學社 這個文學社主要是推力戰 提倡新文化運動 因為當時他們那種 即他們那種新思想的知識分子 就覺得舊的思想要打敗他 就要用新思想 所以他們就提出離婚 不喜歡萬分瓦架 甚至會令阿Kym覺得很 就是很印象很深刻的 徐志摩居然說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太太是萬分瓦架的 所以 於是就怎樣呢 就說 跟太太離婚之後 就是這個新思想 新思潮 就鼓勵那些人 個個萬分瓦架的人 就跟自己的老婆離婚 有這種趨勢 他覺得是一種很時貌的做法 也是很前衛的 那這件事究竟是對 事與錯 道德倫理方面 有待大家見仁見智 好了 徐志摩和這班人 我記得說一些插曲 梁實秋 其實在阿Kym以前讀書的年代 梁實秋還在 那時候阿Kym曾經聽過他有個講座 不過很可惜一件事 梁實秋說的不是廣東話 又不是國語 那阿Kym曾經專門軟輔 就去聽他的講座 但是聽到呢 我只是聽到三成 其實那一個多鐘是很悶的 可能他講的東西 就真的很有意思 不過我聽不明白他講的東西了 那好了 所以問一多的東西我都有看的 那胡適更加多 那好了 那講完呢 他們的新文化運動 就創立了這個叫新月社 新月社最主要就是 將新詩 其實他想擊敗以前的古詩 但是對阿Kym來說 其實我喜歡古詩 古代的宋 唐宋 這兩代的詩詞畫夫 多過新詩的 但新詩無可厚非 他是要打 即他要 即要怎樣說呢 他釋放 舊有那種新作詩那種格式 還有他那個韻律 還有他那種嚴感度 那所以才有叫新派的詩人 叫新月派 那好了 那徐志摩呢 就更加有份出版 一個叫新月 一份雜誌 但很可惜這份雜誌 在他墜機他死亡之後呢 這份雜誌是停了行的了 不再繼續了 那徐志摩呢 其實受到這個 林輝恩的影響 在文學上是很深遠的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徐志摩在當時很想去搞經濟的 想在外國讀經濟的 讀完經濟之後呢 就做銀行家 或者做其他東西的 那就不要想著 就做寫詩 就去做詩 這樣 那 之後呢 那徐志摩呢 那又說回來 那後來呢 徐志摩的好朋友 那太太呢 就是這個陸小曼 她又跟她的太太呢 就是染上了 那後來就結婚了 就成為呢 她那個 她那個 就是第二任太太呢 那這裡我們說過了 那再加上呢 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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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說一說那些關係呢 因為其實關係都比較複雜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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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志摩第一任太太呢 就是這個張友誼 我們剛才說了 那第二任 或者是 那後來 主要的 就是在她作品中 有講到 就是談戀愛 談得很深的 就是這個林輝恩 那 之後呢 就應該去到 第二任妻子 就是這個 這個 六小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说过金岳林 和梁思成 这里有三角戀 在徐志摩的作品里 其实它是很瀟灑的 但从Kim的角度来看 我自己觉得 至古风流才子 问情为何物 有时是天意弄人 究竟是相逢恨晚 还是怎样 总之都是很曲折妻美 但是越是曲折妻美 越是 曲折妻美 越是想拥有 而且 人的爱 始终 对别人来说 我觉得人始终 无论男也好 女也好 越是追求不到得不到的东西 就越是想去得到 想去拥有的 其实人真的有些是反贱的 那 又或者 这里澄清 其实 徐志摩 他每一天赚的钱 工资 就等于 鲁迅的三倍工资 那 当时 徐志摩 甚至乎除了做part time之外 在两家大学里面 交书之外 他甚至乎做agent 那些 流语 流语 那些 经纪 那 我们再看回 徐志摩 其实 他有这个 他 就很受到这个素罗的影响 他的朋友 还有这个就是 曼斯菲 这个也是一个很出名的 才女 后来他也是因为肺病 那 又说回 这个林徽恩 林徽恩 也都是 雖然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师 那 他是由 他1904年 出生 那就去到1955年 那都不算 特别长命 但是他也是因为肺病 而死的 但是他肺病的时候 其实 就是说 你记住一件事 徐志摩在25岁那年 就已经是 跟 张又怡 在伦敦那里 就是 就是 搞这个 这个 关系 就已经去到要离婚了 关系已经破裂了 所以 这一段 其实也有出现过 曾经有一段 电视一套片集 就是 人间四月天 那里面 就特别说到 就是徐志摩 和这个 林徽恩之间的 戀情 亦都有 尤其是 尤其是 这篇 就特别 大家是很熟悉的 就是说到 这个 我是天空里面的一片云 甚至乎 有些人 将这些 作了一首曲出来唱 那 然后 我看看 还有什么 需要补充 其实 这些资料 也是 阿Kym 昨晚 突然间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 徐志摩的 施集里面 突然想起 今天 就想和大家 去分享 徐志摩的 生平事迹 因为 大家不要误会 阿Kym 为什么你每次 都说一些 才子 才女 她们的感情史 这样的 其实绝对不是 是因为 真的 应该说 这些 才子 才女 都是有 在文学上 他们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定 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定位 是定得 是很顺高的 即使今天 你们 就算去到 Campbridge 里面 去走走 你还去 所谓的 康桥那里 看回旁边 附近有一块石 那块石 还是 黑着徐志摩的 康桥 所以 我觉得 首先 我曾经 有人 说过 为什么文革 你又说到 历史的 文国初年的 才女 很多时候 会把政治 扯上关系 但是 重新一点 阿Kym在这里 没有这样的意愿 说任何关于政治的东西 或者当时封建社会 或者现今的政治 那 就 如我们的 channel所说 是一个 没有政治背景 也没有一个 特别的 提倡某一个 个别的宗教 也不是一个 传教的频道 纯粹是一个 文学上 一个分享 和大家用一个 去欣赏的角度 去看 这些 大诗人 文学家 才女 他们的作品 那 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支持我们 这个节目 都希望大家去 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我们的channel 有这个 官方的频道 和这个 金生之李希敏 史哲学研究社的频道 但是 当然 我们有这么多个频道 有一个 KIMSENJI workshop 的频道 你们就当然 在金生子 官方频道 会比较 齐些 我应该这么说 那里面 迟些 会继续 会有很多 大诗人 或者这样 迟下我们会说一些 甚至乎 更加多的文学作品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如果大家支持 可以给点like 那 多谢大家收看 这一集 那或者 这一集里面 如果KIMSENJI 有些东西 可能说 有少少是 就是 漏了 那都在这里 希望大家 见谅 那 今集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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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